奇问不知何助寻,密探方知在此间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视频 印度神童阿南德在最新预言中表示 因为今年是月亮年的关系 不少国家将面临洪灾 除此之外,它先前也警告12月的第二周 世界可能会有很大的波动 可能会看到疫情危机 以及病毒扩散范围扩大 没想到近日发生的几个灾难都一一严重 1.12月5号 奥密克戎病毒已经攻陷世界40国 世界卫生组织首席科学家斯瓦米纳坛表示 我们必须谨慎做好准备 不要恐慌 因为我们现在的情况与一年前不同 2.12月4号 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塞梅鲁火山喷发 官方表示至少11个村落被火山覆盖 巨大的火山灰云直冲天际 画面骇人 把当地居民吓得拔腿狂奔 3.2021年12月之前 日本、秘鲁、印度、海地、阿拉斯加等国家 接二连三发生地震 4.2021年德国大洪水 印度南渡水灾等受到极端天气影响 导致的灾难 阿南德究竟在占星树里看到了什么 12月还会有新的危机吗 印度深洞阿南德于10月预言 全球会爆发的能源危机 电力短缺 供应链中断等危机 并在12月10号 大约12月第二个星期日加剧 而阿南德在11月的月时预言中幼稚 未来一年 房地产地缘政治如中美关系 可能受到冲击以及洪水爆发等 踏入12月 印度尼西亚东爪瓦省塞梅鲁火山爆发 造成数十人死亡 新冠肺炎变种病毒中 奥密克戎病毒现身4月 甚至美股港股大幅波动 以及中概股被洗仓等 令网民联想到的阿南德预言成真了 而阿南德于12月3号发布了最新预言短片 说今年12月14号至2022年4月 是极重要时期 除了病毒之外 特别要小心因极端气候导致发生的大水灾 很可能影响全球多个国家经济等 阿南德指出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么多雨呢 不要总天真的以为这纯粹是自然现象 2021年在欧洲、澳洲和亚洲大陆 经历了庞大的教育 许多从未发生过洪水的地方 竟然发生了 欧洲洪水的袭击有数百人死亡 损失数亿欧元的财产 还有无数动物死亡 以及印度东南部11月发生的大水灾 画面骇人 在这指新发布的预言影片中 阿南德指出 卡拉萨尔帕瑜伽印度新盘将会在12月14日形成 提醒人民必须小心谨慎 因为今年12月14日至2022年4月是极重要时期 会影响全球多个国家经济及天气天灾 阿南德特别提到 印度南部卡拉拉邦的穆拉佩里亚尔水坝 称2022年1月至4月的强降雨和地震 可能会令该水坝受损 更可能会在2030年至2035年间倒塌 影响数百万民众 阿南德形容未来6个月是关键时间 呼吁印度政府注意 至于要如何避免灾难 多次强调不要伤害动物 阿南德表示 卡拉拉帮民众需停止杀害牛只和其他动物 但并非宗教原因 而是牛能够提供营养丰富的牛奶 亦能够喂养人类 故遇多人杀生就会遇多灾难 据知名的尼泊尔加蒂麦女神节为例 在每5年一次的节日当中 总要一口气宰杀几十万只动物献祭 令人非常不忍心 2015年 尼泊尔大地震死亡人数超过5000人 就是受到业力的影响 绝不能忽略动物死前痛苦波的影响 他又警告已开发国家 很快会因为残酷行径 面临大自然的反扑 阿南德12月3号的影片强调五件事 一 我们可以透过避免发生坏事 来阻止坏事的发生 对大自然造成的伤害 二 我们必须教育年轻人 避免杀害动物 并成为对地球更有帮助的人 否则我们将在破坏地球的过程中 摧毁我们自己 三不断的杀牛会导致巨大的负能量 很快的地震和杀牛会彼此影响 我们几乎在每个国家 都可以看到人们杀牛的地方 大多数人会遭受到最严重的地震 四 快速发展的国家 很快也会因为暴力 人定胜天的迷思 面临大自然的反扑 五 世人要注意集体业力的引爆问题 业力不是随机事件 也无法逃脱逃离任何地方 你做出改变非常重要 印度神童经常强调呼吸新鲜空气 晒太阳 尊重周围的其他生命 包括动物 乳牛及其他帮助过我们的动物 尊重大自然与利用大底织木 给予我们的天然药物来提高免疫力 以安度疫情 印度神童阿南德强调的阿育沸陀基础 说明一是传统的印度医学系统 原理是平衡身体系统 利用正确的饮食 草药 治疗 跟瑜伽呼吸 来保持身体心灵平衡 当身体平衡被打乱时 就会生病 二是生命与长寿的科学 据阿育沸陀所说 每个人都是一件宇宙能量的杰作 具有独特的人格与性情 想要保持身体健康或唤醒自愈力 关键就在于找回个人自然体质 当我们维持在这个比例时 必然健康无欲 当平衡被打乱 就会导致生病 对于加密货币前景 印度神童阿南德与以往预言影片及文章中 曾还有提及比特币等加密货币 指加密货币价格会在这个时间点大回调 甚至泡沫破灭 加密货币前景未明 印度神童阿南德与9月21号发布的最新预言影片 及文章中指加密货币等价格 或会在11月底前破纪录 将会在这个时间点大回调 甚至泡沫破灭 阿南德另预言了经济泡沫爆破 关键时间点形容这次爆破 爆炸性非常大 阿南德在今年8月的视频中预言过 木星逆行回到土星 再回到摩羯座 所产生的核相完全是负能量 2021年9月到11月 是影响最严重的时间 然而在9月13号这天 一颗不明星体创击了木星表面 这一突发事件让阿南德改变了预言 他说受到这个现象的影响 地球上将出现各种危机 比如极端天气 能源危机等等 而12月10号将是这个关键点 从这一天开始 危机将会愈演愈烈 会一直持续到2022年5月 阿南德把这时间段成为至暗时间 阿南德在最新一季的视频中表示 这次至暗时刻 除了会发生一件大事 还会给房地产带来灾难的信号 阿南德认为 这是一次特殊的月片时 偏向 因为它发生的节点 再重要的时候 对人类也有着特殊的影响 在2021年的年末 到未来两年内 或许会带来更大的困境 尤其是房地产将会迎来巨变 阿南德认为 在12月10号后 除了对自己国家印度有影响之外 也对别的国家有着重要的意义 主要原因是 这次特殊天象发生在金牛座上面 阿南德运用到的 废陀理论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也有一个特殊的标志 所以在这一次至暗时刻的影响下 全球的房地产行业也会出现变动 但并不是一个好的预兆 而是要面临更大的困境 不管是大公司还是小企业 都需要尽快调整运营方案 重新思考发展方向 或者是彻底改变原有的规则 若是继续与传统的经营模式 恐怕会迎来的是下坡路 最终会面临自我毁灭的结果 同时阿南德也认为 房地产行业需要重新塑造行业形象 多元化发展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因为从目前的状况来看 短期影响可能是在2-3个月左右 从长期运向来看 或可持续在2年左右 周期性很长 需要提前做好准备 别国不多讨论 我们来看看自己国家的现状 又是如何发展的 和阿南德说的一样吗 相信大家都一致认为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未来国家一定会着手于稳定房价 合理保障住房供给 规范长期的房价市场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或许在未来 房价会出现一定的下降 对老百姓来说 当然是一件好事情 但对于房地产来说 却是一次打击 首先房价会出现下跌的信号 使空置房率变高 现在的房子已经供大于求 想要有出路就需要降价 不然空有价格 没有市场 全部都会变成仓库 无法实现金钱的疏通 可以参照一下 之前的很大事件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 也受到重创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了中国 并出现在新闻报道中 有意思的是 这一切都开始于9月13号 尽管是发生在中国 有些人认为 这只是中国的事情 但相信 尽管很多国家的政府 都在向国民保证 说不会有大问题 但同样的局势 很快就会在世界各地 接踵而至 就像是受到传染一样 而且供应链危机 将会很快在全球上演 随后他还在那期视频中 总结了一下称 2022年的下半年 在局势好转之前 一切都会变得更加糟糕 我们现在所处的年代 非常类似16和17世纪 当时全球经济崩溃 恐慌不断 世界陷入普遍危机 我们需要为未来做好一切准备 因为整个世界正在经历某些精英人士 多年来精心策划的事情 未来发生的事情将会系统的降临到我们每个人的头上 他们称之为伟大的重置 所以我们需要保护自己 保护我们的朋友和家人 还有我们的个人利益 以及整个全球的利益 我们都需要做好准备 我们必须保护我们自己 未来20年发生的每一件事 都将系统的影响我们每个人 并影响未来400年的整个人类文明 唯一的方法是研究解决方案 不过阿南德预言亦非全部成真 部分受到质疑 例如他预测2020年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便指出参与国家为美国 伊朗 印度 巴基斯坦 但综合2020年未有发生相关事件 另外阿南德曾预测 2021年2月或发生经济崩盘等大灾难 虽然全球股市又大幅度波动 但仍然处于高位 所以预言这回事只只供参考 而是还希望大家可以理性看待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下期我们不见不散